接著要跟各位講我們前面講那個西方磁學發展的第一個 那位吉爾伯特大格格 古人就知道我們的磁針會指示向南北方 那為什麼磁針會指示南北方 吉爾伯特說那是因為地球本身就是一個大磁鐵 這個大磁鐵吸引磁針指向南北方 這是吉爾伯特我大哥說的 那所以他之所以會指向南北方就是因為受到地球磁場的作用 那麼下一個就是一個要搞清楚的事情 你寫中文就就會常常搞亂 常常搞亂 OK來 我們古人知道把它調起來會指示南北方指示北方的叫做直北極又稱為恩極 對不對 那我們又曉得 同名極會相似 裕名極會相吸 好那請問你 我的直針指向北方 直北極 這邊恩極 那是因為地球的磁鐵在那裡吸引我 所以地球那個磁鐵在北方那裡它什麼極 S極 北方那裡是S極 所以你講中文就很討厭你知道嗎 在北方是指南極 他要拿個指省略 在北方是南極 在南方是北極就昏倒了 所以我們就不想要講中文 就講恩極跟S極 所以 圖上面顯示地球這塊大直鐵 在北方是S極 所以把恩極吸過去 然後恩極指向北方 所以恩極叫直北極 所以就是大磁鐵 那回到剛才講的那個 磁力線的方向在磁鐵外面是從 N到S 在裡面是從S到N 所以對地球這塊大磁鐵而言 它的磁力線從哪邊到哪邊 北半球到南半球 東半球到西半球 本來那邊是錯 它的南邊是N極 所以是南半球到北半球 我們到後面學什麼 電流磁效應 電磁交互作用的時候 就會出現這個題目 有一個電流穿過地球的磁場 受力向哪一邊 你就要搞清楚地球是怎麼走 是北到南還是南到北 東向西還是西向東 好地球的磁力線方向 是從南半球到北半球 南到北半球 OK 那 有個問題 有兩個北 其實不只兩個北 不只兩個北 我們聽以前古人說的北方是地球自轉軸 指向北極星對下 那個叫做北方 北極 這個叫北極 這個叫做地理北 看北極星定出來的北 你拿出一個指南針說那裡是北 叫做地磁北 可是我們地球的這個 想像中的那根磁棒 並沒有跟我們的自轉軸重合 我的圖上面寫的是差11度 幾年前找的資料 差11度 它也會變 我們就是這樣說11度 所以就發現 你如果去看北極星的北 跟拿你的指北針指出來的北 會怎麼樣 不一樣 所以就有兩個角度 第一個是先講兩個北 或兩個北極 一個叫做地理北 地理北極 那個是想像的自轉軸 的那個指向北極的自轉軸 那個北叫做 地理北 那個最北叫做地理北極 你拿著 持針指示的北 叫做地磁北 它的最北叫做地磁北極 你可以從圖上看得到 這兩個沒有在一起 同時 我的持力線也沒有隨時都跟我的地面是平行的 因此就產生了兩個角度 又下面這張圖 有點粉紅的箭頭指的是正北 就是所謂的地理北 那個黃色箭頭呢 只要是 磁針紫色北到地磁北 然後呢 綠色 藍色的箭頭 是真正的磁場方向 所以你的磁針如果可以在垂直面上 運動的話 他就會指向 藍色的方向 所以就兩個角度 上面的I 分D 一個叫做 磁偏角 一個叫做磁青角 磁偏角 就是說 地理北在這裡 地磁北在那裡 上面的 有點紅的箭頭跟 黃色的箭頭 這兩個差距 它這個角叫做 所謂的地磁北 現在這種比如說飛機上的 導航設備 他們都會自己去修正 你看羅牌 指南聲說這裡是北 他會自動把他修正回來 正在那裡 把他修正回來 各地的磁偏角都 不一樣 各地磁偏角都不一樣 他會把他修正回來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所謂的 磁偏角 他剛才講過那個藍色 他如果垂直會動 他會指向下面 所以他跟我們的水平有一個角度 這個叫做磁青角 這個叫做磁青角 那如果 你拿著指北針 說那裡是北邊 走走走走走到這裡 說 往下指 說這裡就北 就是那個磁場出來的地方 這就是北 叫做地磁北極 這樣磁青角幾度 九磁路 這樣下面 這裡就是北極 地磁的北極 OK 這樣做 出來就是所謂的九磁路 這樣就是所謂的九磁路 這就是 我們跟各位介紹的 兩個 角度 一個叫做磁偏角 一個叫磁青角 希望你能夠理解 從來那個叫做磁青角 得磁青角